那你覺得說作為一個市議員 你現在你也非常了解這個勞資雙方 對雇員和雇主你覺得說最好的一個建議 除了這樣OK我是這40個小時的帶薪了 你覺得怎麼樣避免有一些不可能 可能不希望他們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種事情很正常 大家都在為自己表想 所以希望我們做員工的話 也不要濫用這個假期 因為做老闆也不容易 因為房租很貴很多 還要付很多稅 很多條件 條例要符合要守 一天生意 現在做生意也很難做 暫前的利潤也很小 因為今天台東同一個店 台東開同樣的行業 這個利潤小了很多的嗎 他不一定有利潤給發給很多福利 要除了發工機還有發福利 還有獎金呢 對還有獎金 所以做老闆的話 這也不容易中 但是員工是老闆的有錢數 是的 如果他做得好 我生意還難到 他要賺錢 就是賺回來的 所以付出多一點就沒有關係 如果能賺錢回來的話 當然沒有關係 但是有些電池生意不好 你怎麼做就做不好的嗎 他們做老闆也沒有辦法 付好的福利 就是好的生意 對員工提供更好的條件 是吧 所以說在五個人員工以上的 這個公司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follow這個law 如果不是的話 就無所謂 他愛怎麼著就怎麼著 是這樣嗎 如果沒有五個人 他們不是低於五個人嗎 他老闆可以不給戴薪 可以不給他薪假期 就其他的行業也是一樣的 對吧 各個行業都是這樣子 但是他給你錢假的 就可以不付錢 可以不付錢給你 那想付錢就付錢 嗯 OK 再有一個是我們社區裡頭 比較關注的 就是關於這個7號地鐵 法拉線這邊7號地鐵 是一個非常主要的一個幹道 到馬哈頓 那麼造成這樣的delay的情況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這個詳細情況呢 因為那個法拉線的7號鐵路 就有幾十年的歷史了 嗯 很多地方有重鋪和重收 所以沒辦法 總有一點人 一點點一點點 對 從鋪和重收這個鐵路 所以有些我關於人路 怎麼什麼時間就關呢 但是星期六啊星期天 就比較 我們大部分不能去上班 其實尤其是晚上的時間 所以當然有很多人不方便 但是就沒辦法 為了以後的方便 現在我們有 痛苦一些 那我們本來說是去年年底就開通 那現在1號延長了一年 它是延長的是去 延長這個線去 本來現在是到四十二階的田的嘛 嗯 現在有延長到 就在外塞海外那裡 那個延長的線路 會延期到 今年二零四年年底 對吧 本來是今年年底的延長 就現在變成明年年底 OK 因為它還有蓋一個 最後一個站裡面蓋一個很大的 escalator 還是elevator 這個有些技術性的問題 那個路面不平 高度高低很厲害 所以他們就怎麼去 說這個電梯坐好上去 給別人可以走 不是特別保險 那兩個長家人士啊 老人家啊 啊 去到住就會點 上不去就沒有用了 對 所以靠那個elevator NSK的帶他們上去 所以說就因為那個 可能是暫時先delay了一下 對 OK 這可以理解 是吧 那你覺得說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熱 熱騎 我們華人和我們這邊社區的人 想知道的 作為市議員 你想給大家再講一些 補充的地方嗎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 完整 市政府最大 做最好的心情 提供了 Universal PK 就是那個叫 中文叫做 幼兒班 哦 幼兒班 是吧 幼兒班 OK 所以我們玩家長 很小 3歲 小孩子 可以 4歲小孩子 申請點這個幼兒班 是免費的 哦 OK 是市政府 提供的 公共提供的 對 OK 那像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信息 他們就找你來問 找你們辦公室來問一下就好了 如果社區人不知道的話 他打電話來 我們幫忙是可以的 哇 你可以看到我們社區 我們顧先生 顧議員是非常熱心的一個社區人物 對吧 也是這麼多年來在我們社區 給了社區 所有的這些朋友們做了很多的很多的事 那你覺得說 當然我知道你的時間特別寶貴了 我只能在你今天一點點小時間 先討論了這麼幾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我們有機會的話 再多討論一些我們社區所關心的事情 是是是是 當然我們是幫忙是為大家服務的 有什麼事情不明白呀 都可以打電話來 或者請出來我們辦公室 OK 那我們如果觀眾朋友們 如果不詳細 不知道的或者不清楚的 可以到我們顧議員辦公室來聯繫 甚至可以到親自到辦公室 跟顧議員做一個零距離的討論 對不對 可以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因爲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次感謝顧議員的時間 謝謝你 謝謝各位觀眾們 大家午安 好的 那我們就先到此為止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 tune in 來看一下我們顧議員講的 今天的幾個立案和法案的議題 大家所關心的事情 那我們只好今天暫時 跟你們大家說再見啦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